前幾年邀請了一個美國FDA退休的官員 臺灣來他也說他觀察臺灣的社會還不太成熟 在處理食安的時候不太成熟 假如你盡量有業者出來說我對外公開說我哪一批號弄錯 我啟動回收專職 在美國社會是認為這是一個負責任的企業 可是這個假如是在臺灣 有一個業者站出來說我哪裡啟動回收 所有人一定是罵他這個業者糟糕 然後你政府怎麼管你前幾天才是不是多久以前 地方官員才去查過為什麼還出這個問題 其實政府建這個制度 你業者要根據我建的制度去建你自己的自主管理系統 當然在臺灣那你就要符合臺灣的法律 你假如外銷 外銷到美國 你就要說外銷到美國他有什麼規定 外銷到日本有什麼規定一定是這樣子的 所以整個死安的管理邏輯回到最大的責任是業者 那這樣做不好或是故意或是 或是不是故意可是你這太大的疏失等等 那這家公司要倒就讓他們倒 所以臺灣應該要走到這樣說業者要負這樣子的最重要的責任 可是政府要定一個合理的制度 行政管理要一個正面的邏輯思考 這邏輯思考假如被外界太多的干擾的時候 干擾到歪掉 就是他的邏輯就會不對了 做出來就造成了很多的困擾 這也是例子 就是在定法規立法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出現這種狀態 那臺灣這點都會忽略消費者到底責任在哪裡 消費者做什麼 其實消費者要做一個具有食安知識 且具分辨能力的消費者 公民團體或消費者團體一直 其實他的責任之一還很重要 應該是多提供一些食安正確的知識給消費者 讓消費者具有分辨能力 那所以這個是三根住的 政府業者還有消費者三根弄起來才會好 最新的消費者是個消費者 最新的消費者 hardened 是可以不iving到消費者 他們開始得很緊張 給失敗 快到消費者 後面的消費者 都可以做用